大家好 我是Lino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騰訊在遊戲上的報告 為何王者榮耀口悲炸裂 黎明覺醒一個月跌出排行榜前十 而且在遊戲市場瘋狂被網易和米蝦油不斷背刺之下 仍然靠著旗下的四大天王受到霸主的地位 當中你又知不知騰訊遊戲在這麼多年做過什麼給網友救病呢 大家記得like and subscribe我們Tasty Money的YouTube頻道和Facebook 當然可以追蹤小弟的IG 騰訊旗下擁有眾多IP和工作室 靠著他們一直穩守遊戲家的霸主地位 我假稱他們為四大天王 是企鵝加這麼多年的開發功臣 在2014年10月9日 由其旗下八大工作室重組出來的分別是 天味工作室、光字工作室、魔方工作室和不極光工作室 天味工作室不用再多說了 企鵝得力的大將 多方面類型遊戲開發 近年強於研發Doctor類的遊戲 單單7月王者榮耀全球吸金2.2億美元 只不過他最近有點失陣 他手上對標原神的遊戲項目 得月計劃、內部代號NXX 研發兩年沒有成果 再加上王者榮耀世界 由2021年10月公佈到現在 除了2022年曾經有官方實機畫面推出後 就到現在沒有聲沒有氣了 接著就是主力研發射擊遊戲的光字工作室 PUBG、和平精英、黎明覺醒 都是他的得意之作 只不過黎明覺醒一個月跌出排行榜前10 其他手上項目例如紙金融就沒有進展 而上個月7月27日推出的武俠闖關單機遊戲 末刀暫時在史上也沒有什麼迴響 魔方工作室專門做慢改IP 分別做過Project Fighter 即是海賊王改編 火影影響者格鬥手遊 相對上吸金能力就比較弱一點 最近就轉型做其他類遊戲 最新推出暗區特圍暫時在國內都幾有人氣 業績上就指他次貴DAU藏身高的制服 就剛剛7月中才推出的 筆極光觀錄室原本主打online game類遊戲 天南榮譽online 雪櫻令住online 近年就轉型戀愛類手遊 光與夜之戀 最新就轉為射擊類遊戲 無限法則 新遊戲方面就好像沒什麼消息了 這10年騰訊都是國內的龍頭 為何會被網友救餅 因為這麼多年來 他的霸主地位都是源於 沒有硬品就一定不如真品的道理 以快速生產雷同爆款玩法 介意改善和強化 再運用市場對QQ的重度依賴以流量取勝 再加上在營運方面長期爆裂 所以就受到人救病了 就不是我打毀他的 其實作為一個資深遊戲玩家就知道了 特別是王者榮耀 玩法就和DOTA一樣就已經不算是了 早期的角色和LOL就接近完全一樣 不過自己抄自己就應該不算抄的 大提到暗區特圍就類同PCGame 逃離塔科夫干預夜之戀 玩法和人質上和戀語製作人又差不多 再之前少少 04-08年的時候 QQ堂和QQ飛車更加不用說 簡直又和爆爆王和跑跑家庭車一模一樣 李董迪 在營運上累累出包 禁被網民直以北極光觀眾室作為高情信 罵人的方法 又例如2021年曾經推出的巡視明月世界 不足一年後 上年6月就停伏了 天涯明月到Online 在2021年12月插畫上 出現了一連串的官方托事件 導致大量的神豪玩家直播生豪抗議 雖然QQ暫時還處於霸主地位 但長期注重短期效率 少於投入大型的創新作品 加上經常營運幾年後 出現口碑崩盤和殺雞取卵的問題 面對著網易和米蝦油持續的產出 和比較好的營運 網易易易水行今個月一出 就在中國App Store霸佔第二位 所以在業績上都見到企業的本土收入是沒有增長的 有留意業績的你有沒有發現 騰訊的國際遊戲收入按年提升10% 當中和本土遊戲開發在營運上又有什麼不同呢 到底可愛風暴又有什麼特別 讓我下回分解了